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先生大家好 这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些案例 咱们看一下书上的一些典型的案例 那么怎么去分析 让大家呢逐渐的有一些个这个思路 有一些个这个正确的一个路线 然后呢我们在实际的 你见到八字的时候 或者分析在这个网当中你好 有地方使得那个去下手 我们先看这个啊 人影 人影 耕影 木影 这个例子呢它是比较 有特点啊比较典型的 那我们 我们一看啊 就是一般对于大家来说 你转眼点一下就会看到它的这个特殊的地方 其实我们看八字就是这样 你第一眼看到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特点你看到的话它一定是比较突出的 啊 它的地支四个全部都是银木 这个地支的这四个呢 全部都是全部都是银木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它已经绑在 就直接可以绑定在一起了 就 如果是一 一个银木是一个木头的话 那四个银木就相当于是一把啊 就相当于一捆柴 所以它就是这个已经变成 全部都变成木了 那么这个地支的话呢 全部都是木了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庚金 日主庚金 生在银月 那么金生在春天的银月 那这个金肯定是很弱的 是很弱的 还有两个 前面有两个人水 这两个人水的话呢 底下做的也是银木 所以这两个人水是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的话呢 本身这个 这个庚金呢 就会很弱 然后呢 它又会被这两个人水 把这个 把它的力量卸掉 然后这个水呢 进一步把它的力量卸到木上去 实际上这两个水 它虽然没有力量 但它起到了一个 引通的作用 它起到了一个引通的作用 就是它把 钢的这个力量全部给引到木上去了 这个实际上 它已经成了一种 成了一种这个 气势啊 就它已经 我们看的整体的状况 都是这样的 金生到水上去 然后最终全化到木上去 它已经成势了 那么问题是呢 我们看问题的话呢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土 天干还透出来一个雾土 这个雾土呢 是生金的 这是雾土呢 是生金的 那么土生金啊 本身的这个金已经很弱了 在很弱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有一个去生它的 跟没有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是我们去分析八字的时候 就是你在 你在调和 你在平衡 它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时候 这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 假设我们不看这个雾土啊 如果全部都是耗泄它了 这个水 泄金的力量 木呢也是耗这个金的力量 如果没有雾土的话 大家应该就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啊 那么耕金的力量 所有的力量全部都被泄走了 而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只能从了啊 它就只能去从了 它从谁呢 因为最终 最终呢 划到木上去了 而且木就是最旺了 所以它就从了这个木了 木对金来说呢 是它的财 那么它就要从财了 现在呢 出现了一个雾土 这个雾土啊 实际上是我们判断这个格局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这个雾土到底要不要考虑 如果要 如果考虑它的话 那也就是说 它就 它就会什么 它就会变成了 泄它的力量太多 而生它的力量太少啊 那么 如果 这个思路上去考虑的话 它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 呃 你需要把它考虑往平衡的这个状态上去拉 啊 因为有一个生它的 有一个生它的呢 我们就要看啊 这个生它的这个雾土到底有没有用 起不起作用 如果它起作用 那么它就得把它升起来 然后使它达成平衡 如果不起作用的话 那么它就是这种从财的格局 然后呢 这个雾土就变成了病啊 什么叫病呢 病就是不喜欢的东西啊 这个雾土 能不能生它的最大的一个疑问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雾土啊 雾土坐在荧幕上 这个荧幕呢 是雾土的掌声之地啊 因为火和土 火土共掌声嘛 我们讲火掌声在银 那么土也掌声在银 因为这个荧幕里面 它藏有病火啊 荧幕里面藏有火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火是可以支撑那个土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我们考虑的一个要点 但是另外呢 我们要考虑到 这四个木绑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每一个木 其实它主要的全部都显木性 而忽略其他的属性了 啊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这里边虽然是它有火啊 并且是土的掌声之地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大势所趋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它的这个火性完全被淹没了 就不存在啊 不考虑它了 所以这个荧幕 所以这个四个荧幕啊 会直接是刻这个雾土 所以这个雾土啊 在这就变成了 在这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力量的状态啊 它要生它 但本身它就没有力量啊 它是没有力气的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它没有力气去生它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废弃的 是一个是一个没用的东西啊 那么到到这块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能分析到这一点 那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字没有用啊 这个雾土是没有用的 金生水水生木啊 这样的话呢 就变成了这种从财的格局 而这个木呢 这个雾土啊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雾土 在这里面呢 就成了一个捣乱的一个东西啊 因为一旦这个土强了 旺了的话 土就会去生金啊 土一生金呢 金就旺了 而这个 这个它本身的这种格局呢 它已经从了啊 从的意思就是自己要弱 而且越弱越好 一旦有土来生它 那么它就变成不从了啊 所以就会捣乱了 这是麻烦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八字呢 它的去分析的时候 思路是怎么样 我们再看一个 不须 所以我们看这个八字的一个特点啊 它呢 地支全部都是土 虚尘位虚啊 全部都是土啊 当 当地支上如果全部都是一种五行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它就 显示出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性质啊 那么它的土性就很强了 你不管它土里面藏了什么 它这四个建在一起的话 它们呢 就全部都显土的性质 其他的五行的性质呢 就被淹没掉 就被盖掉 我们看这个啊 乙木 乙木生在沉月 乙木生在沉月 沉月是春天的最后一个季节 所以它还是在冲天的啊 所以这个沉土里面呢 沉土里面有 有木的鱼器 沉土里面有木 然后这个乙木坐在胃上 乙木坐在胃上 这个胃是木的库 所以它里面呢也有木 而我们先看这个天干啊 就是乙木 然后两边是火 有两个平火 那其他的呢都是土 所以它的这个八字的 能量的走向啊 能量的走向 是木先生火 然后呢火呢进一步去生土 最后呢全部都变到土上来 这个都是土 全部都是这样啊 那木也生这个火 最后呢全部走到土上来 所以说这个八字啊 我们先不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那就是木生火 火生土 所有的力量都在往外走 往外卸 那么它呢 就也变成了这种从财的格局 它也是从财的 因为它自己很 它自己很弱 全部都是生土来的 按照能量走向的话 就全部都是往外走 而且走到土上来 这个土性是很强的啊 那么我们判断这个格局的一个障碍呢 就在于它生在陈月里面藏了木 而且它这个位图里面呢 也有木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木到底要不要考虑啊 就这个木起不起作用 如果这个木起作用的话 它就变成了自己身弱了啊 就是以木太弱 然后呢全部都是往外耗现的 但是它有有木来支撑它的话呢 我们就得考虑加强它 就要让它旺起来 但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 那么它就应该是越弱越好 就全部往外去卸啊 我因为我们最前面讲了啊 我们去判断格局的时候啊 五种情况啊 一种情况是居中的这种 比较平和比较中和的 那么还有呢弱一点啊 强一点 那弱一点的情况下呢 就要加强它 那强一点的情况下呢 就要减弱它 那再往两个极端去抖的话 就是啊 极强和极弱的情况 极弱的情况呢 就已经浮不起来了 就是越弱越好 极强的情况下呢 也不能再刻它了 就是越强越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到底啊 是属于哪一种 是属于这种极弱的啊 属于这种就是 因为极弱的话呢 就要从弱 还是属于这种 深弱的啊 深弱呢 就要加强它 但如果太弱 弱到极点了 那就不加强它 就要减弱它 这种情况下 我们考虑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要点 当它们啊 当它这个地质里面 虽然藏有杂气的这个木 但是因为它四个地质五行属性相同 所以它们整体来说 就显土的 这个性质 那等于这个木就被盖掉啊 它的属性在这里面 基本上就体现不出来了啊 就不体现了 所以呢 那么这个八字的话呢 就按照 也是按照这个从材来走 就是木生到火 火生到土上 见到火 见到土 这两种五行都是好的 都是它走好运的时候 也就是它的用神 而见到水和木的时候 反而是不好的 因为见到水的话 水去生木 就把它的力量加强了 自身一强了 就跟当初给它定这个格局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就走反了 那木的话呢 帮木它也不行 所以这是我们分析的这个例子 咱们再看一个 咱们再看一个 所以说的话 我们日常见到的最多的呢 都是这种你看起来 总是会有些毛病的八字 就是到底是这样呢 还是那样 很少有这种一眼就看 你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八字 一下就看起来 洗火还是洗土 因为你一眼能看出来的话 就分明这八字挺好的 格局是规整的 是上档次的 但是我们日常来说 就见到这种人不多 更多的是这种普通人 大波轰的这种 大波轰的这种呢 就是你看它的八字里面 到底是这个是怎么样 要它还是不要它 麻烦就会比较多 咱们看这个 人水生在饮月 水生在木的月份上 那对于水来说它是弱的 首先我们去判断的话 比如说 如果你要是给别人去披一个八字 写这个批语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 人水生于饮月 或者说人水生于春天饮月 然后呢 深入 首先你第一个判断它是深入 为什么弱呢 就是说它在月令上不得理 在月令上是水生木是耗泄它的 所以说第一个判断它是深入 然后呢 地支 地支 量饮一五一四 这两个是木 这个是五是火 四也是火 然后饮五还半合成火 所以看地支上的话呢 全部都是木火 地支上全部都是木火 地支上全部都是木火 就进一步导致它深入 我们去判断的时候 天干上 天干透出什么呢 透出乙木和炳火 乙木和炳火 乙木以饮做它的根 炳火呢 这个四五是它的根 也就是说天干所透出的这个 这个乙木和这个炳火 也很棒 而且这个木和火都是消耗这个水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乙木啊 这两个乙木呢 去支撑这个乙木 然后这个四火和五火呢 去支撑这个炳火 天干上所透出的这两个 这个乙木很旺 这个炳火啊 也很旺 这是我们思路呢 已经说到这儿 那这说到这儿的话呢 就进一步我们就能判断出来 这个人水太弱了啊 这个人水太弱了啊 因为它的力量被木给吸走了 然后这木呢 又进一步暖化到火上去啊 这是这是这样子 出现了一个羹筋啊 这个羹筋是生人水的 有一个筋生水 所以出现了这个啊 所以我们分析到这儿的话 下面就又开始说了 说啊 唯有 唯有 羹筋 可生人水 可生人水 是不是 这是 这是他唯一的能够帮助他的一个力量 但是啊 但是 一般我们叫什么 可惜啊 可惜 可惜 可惜这个 羹筋 羹筋 坐在饮上 羹筋 做饮为绝地 羹筋 坐在饮上为绝地 地支上 虽然这个四火里面藏了羹筋 但是啊 因为四五 它俩都是火 饮也是 也是木啊 木火 地支上它全部都显木火的性质 然后这个羹 这个四里面的羹 基本上 这个信息就被抹掉了啊 它就没有 它就没有力量 它不起作用 所以呢 啊 这个羹筋等于就是一个 这叫虚浮 什么叫虚呢 没有力量 假装的 在那会儿一个飘摇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在这儿根本就没有力量去生这个人水 啊 没有力量去生它 所以 它 在这儿 假装的告诉我要生牛 其实它生不了你 那就变成什么 你像 如果这个人水把它当作救星 当作希望的话 一直 一直寄托在它身上 说你来帮我吧 是不是 但是呢 实际上自己被削得太厉害了 那就相当于什么 这个希望其实永远不会实现的 它是一个假的 假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那你即使你就不要有这个希望 对于它来说 你干脆啊 早早的就了却了这个希望 你就你就绝望了 然后呢 跟着它们去走 啊 去去走到墓上 再去走到火上 从财 这个也是从的 从的是财 啊 这也是从财 所以呢 早早的看清 看清客观 客观现状 啊 把它去掉 这就是你认识 认识你的这个命 认识你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关键点点 所以说 这个八字啊 这个根筋也是没有用的啊 虽然有一个力量去生它 但是它是假的 根本就生不了 走生不了的情况下 你不要去生了啊 这是我们讲的这三个例子啊 都是从财的格局啊 我们讲的上节课讲的是八格 然后这节课呢 我们讲的这几个例子是从格啊 从格从财 就是财旺的时候 那么这个里面 比如说火 木 土生一气了啊 土很旺 土是它的财 从财 这个木是它的财 然后这个呢 最终呢 人 水 升到木上 又升到火上 是它的财 从财的格局 从财的格局 往往一般来说 适合于啊 适合于自己精明 做事业 赚钱嘛 因为财嘛 你既然从了财了 也就是说财在你这个八字里面 是最喜欢的东西 那么 当然 做事业赚钱嘛 它这个就是财 也就是说你 你越走财运的时候 那么你的财越旺 你的事业做的越大 也赚钱 这是从财的格局 从财的格局呢 一般 一般是干嘛呢 就是 适合自己单干啊 不喜欢跟别人合伙 因为你已经很弱了 所以呢 才从了财了 有一个你 有一个你 你就可以从了 如果再有一个人水 或者有一个嘴水出现的话 他们其实帮不了你 因为你这个时候 其实不喜帮 不喜帮 越有人来帮你 越是捣乱的 啊 来了一个人跟你合伙 那你这生意 你肯定做不下去了 将来要出麻烦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 就适合单干啊 不适合合伙 我们再看啊 心肆 心愁 有 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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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胎这个八字啊 这个八字的特点呢 地支四有丑 四有丑 合成金局 这个也是金 那么它们四个就变成金了 地支上全部都是金 天干上就透出两个两个金啊 那你现在我们一分的话 就是等于这六个字啊 这六个字啊 它们是一体的 全部都是金 那么这个心金对于乙目来说呢 它是七杀 它是七杀 但这个也是杀 所以这个八字里边 金透出了七杀 然后呢 有一个乙目是帮它的啊 我们去平衡这样的去格局的话 就要去看一下 显然这个乙目正在丑越 整体上呢 全部都显金 就是深入啊 这个这个乙目呢 乙目呢 就很弱 那么以乙目弱的情况下 能不能浮起来 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是吧 这么强的金去克它啊 只有一个乙目去帮它啊 但这个乙目呢 本身也做在友上 它也没有力量啊 它也没有 它也没有根 就是它是一个 虚伏的一个假的东西 它呢 根本也帮不了它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需要弃掉的啊 需要 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这样的话呢 这个乙目没用 就变成了乙目和乙目 一大堆的金 七杀的关系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就叫做 从杀啊 从杀 就是它从了 只能跟着杀走了啊 七杀太旺了 这个乙目的又又又又不得力 没有用 所以只能就跟着跟着七杀走了啊 所以 像这样的八字就是 金 旺的时候 它就很好啊 但是不洗水啊 不洗水 水一来了的话就破局了 水一来的话 那么水 生木 木的力量就强了 而且呢 所有的金的这个七杀 就全部被水引发到木上去了 那么就泄了气了 对于七杀来说 对于杀来说就泄气了 然后被被荧木给吸收了啊 这样的话呢 就就破 叫我们叫破局啊 就反了 所以啊 我们看这种的话 一般来说像 比如像这样的八字 一般都是什么呢 就是在 呃 在 企业里面 在这个 在这个单位里面啊 公务员 或者是呢 事业单位啊 做小职员 当然也可能往上走 做领导 那要看你的这个 运走不走得上 是吧 因为这个七杀啊 七杀是管制 所以啊 你受 其实受到了很大的管制 一般来说都是体制内的 这种这种情形啊 或者是啊 如果是在企业里面的话呢 也是这种 就是很受压迫的 然后呢 整天加班的 基本上就没有 没有这个 休闲的这个时候 因为杀嘛 杀是 是 克制的啊 克制的 七杀克制日主啊 然后是自己 就被压 压得喘过气了 你也可以理解成工作狂 因为这个 七杀 它也代表事业 代表工作啊 这个力量太强了 基本上压了你一只 就只有工作 没有生活 我们再看一个 饼舞 甲舞 饼舞 甲舞 甲舞 这个八字的特点呢 很明显啊 地支四个午火 然后呢 天杆上 饼甲饼甲 我们一看 全部都是木火 全部都是木火 而这种 这种八字的话呢 我们前面讲了啊 它的 它的笔节啊 就是笔尖 很多 所以这种情况呢 叫从 从旺啊 从旺 就有 有两个这个甲木啊 这个甲木等于是 它是个引子啊 这个木呢 最终也都化成火 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 那么这个八字呢 就全部都是 显得是 显得是火的性质 那么这种 我们去讲的话 呃 讲有从旺的 从旺的几种格局啊 如果都是土啊 都是木 都是火 它们各自呢 都叫做从旺 这个从的什么旺 叫火吗 它就只能从火了 火约延善啊 也就是说 它这个 火很旺的时候呢 那么就越来越喜欢火 喜欢 喜欢木 生火 然后呢 火去祝火 是这样的一种 它祝什么呢 它祝什么呢 当然肯定就祝这个 呃 最祝的一个字就是子 啊 如果 如果大运走到子上的话 子五去冲啊 这个 这个情况叫 泛望神啊 泛望神 也就是说一个子去冲泛 去冲泛这里面最强的一个因素 那你这样的话 你冲泛你就倒霉啊 我们就像我们这个风水上讲的这个 呃 太岁一样啊 太岁头上冻土 这是 这个意思有点类似啊 它是最强的 你去找它去 你跟它去找麻烦 那你自己也就是 活你了啊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 这些个八字呢 它都比较有特点 一看的话呢 为什么找这个 四个五火啊 假饼子这样的 那我们一看呢 它比较好分析 然后慢慢的呢 我们增加一些难度 鬼友 鬼害 更身 更身 丁害 看这个 啊 更金生在害月 然后呢 它坐在身上 坐在身上 那么对于更金来说 坐在身上 这个叫做鹿 我们昨天讲过了啊 的鹿 那这个鹿呢 叫做鹿 羊鹿吧 就是羹 地质上有 身和有 这两个 对它的支撑 这两个 都是它的强根 然后 天干上 两个鬼水 在地身上 有两个亥水 一看这个八字呢 我们先把这盖起来 先把这钉不管它 就是 就是金和水啊 金水两气 金水两气的格局 而且呢 金 已经很旺了 然后水呢 也是很旺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已经成事物啊 就成了金水 金水相生的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势头啊 那最后呢 这有一个钉火 这个钉火 这个钉火 坐在害上 这个钉火 坐在水上 地支里边呢 地支上 又是两个金 两个水 没有木 没有木去生 这个钉火 虽然这个 虽然这个 害水里面啊 有木 但是这个木啊 在这里面 它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 这里面它只体现 金和水的 这个性质 所以这个钉火呢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没有用的一个 虚伏在这里的一个 一个石神 这个呢 是它的关 这个是关 但是这个八字 这个 这个钉金啊 已经形成了金水两气的 这样的格局 而它不惜火 因为火是克金的 对于金来说呢 是制它的 而金和水这两种性质 金生水 水得金生 所以它两个呢 它是相顺的 金和水 金水相生 是顺的 这个钉呢 克这个钉金的话呢 它是腻的 它的金水两气已经形成了 它最喜欢的就是这种 顺着它们这个 趋势去走 而不喜欢逆的 逆向的这种 所以这个钉火 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一个 没有用的一个 没有用的一个东西 我们叫做病 叫做病 病就是这个八字里面 最不喜欢的一个东西 看着最难受的一个 最爱眼的一个 最捣乱的一个东西 那怎么办呢 那什么时候好呢 就是去病的时候 对于这个八字来说 去病的时候 是最好的 什么叫去病 就把这个钉火 能去掉 能把它给干掉的时候 对于这个八字来说 就是最好的时候 叫去病 那什么时候能去病呢 当然就是 这个水来了的时候 水可以 水可以克这个火 那么水来了的时候 把它克干净了 水越旺 这个钉火越被浇灭了 克没了 那么对于这个八字来说 它就越好 所以我们往往在八字当中 经常会遇到这样 有一个 有一个 捣乱的 或者看起来 像是捣乱的 所以我们在分析 这个八字的时候 往往会 把精力放在哪呢 就会放在这个 考虑到底要不要放弃它 它到底能不能生起来 是这样的一些问题 再看一个 甲银遗害 甲银 遗害 甲银 乙某 回味 你看这个八字啊 乙木生在亥月 虽然乙木生在亥月 这个 叫什么呢 就是天比较寒 是吧 是冷的 但是呢 它这个有个特点啊 地支啊 这个亥某位啊 亥某位呢 合成了木橘 然后这个瘾呢 也是木啊 所以整个它的地支呢 全部都是木 而天竿上 又透出来甲木和乙木 这一个水 这一点点水 又去生木啊 所以整个这个八字的局 来看的话 那它全部都是木了 全部都是木了 这叫一气的格局 一气的格局 刚才我们讲的火 其实也是一气 那么这个呢 它就变成了 全部都是木的啊 全部都是木的 你说木曰曲直 它这个呢 就是 就是木气啊 全部都是木的 那么全部都是木的 这样的格局的话 我们看它喜欢什么呢 肯定是 首先是喜欢木的 因为它已经全部都是木了 就已经是最旺了 它就已经是最旺了 也可以理解 它是属于这种 叫从旺吧 我们叫它从旺 属于从旺里面的从气 它已经是最旺了 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 它就越旺越好 首先呢 木去生它 那么肯定就越旺越好 木是帮木的 所以呢 就越来越好 然后呢 水呢去生木也是越来越好 还有呢 还有火呢 火可以把这个木的这个锈器 能够卸出来 因为木见火的话 它是相生的关系 相生呢 还是这种 叫顺的 顺 相顺的这种关系 那么 所以 这种木局的话呢 它不怕火 也起火 火来了的话 那么它就 就卸锈了 它的力量就卸出了 怕什么呢 怕的是金 金来了的话 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 金去克木的时候就反局了 它去克它 你克不了 咱自己倒霉 所以这是 这是这样的一种特点 这是 这是书里面的一个八字 然后呢 我们看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情况 它是人先运啊 人先运啊 人先运的时候 人先运啊 死于军中 就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军官啊 走到人先运的时候 在在这个战争当中就 死了 死于死于死于这个战火当中 那么 为什么人先的时候 它死掉了呢 因为这个啊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身金来了之后呢 这是 这是金啊 金的话呢 去克这个木啊 金去克这个木 因为他们这个木是 邦邦的 一大块啊 你其实这个弱金 根本就克不动它 所以这个金去克的时候 隐身相冲相克的时候 那你自己啊 叫 啊 木尖 木尖金缺 你根本就 你这个金呢 根本就克不动这个木啊 你克不动还要去克啊 那你 就 就倒霉了啊 所以呢 啊 这么一冲的话呢 就等于把自己就冲死了 这是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八字啊 讲那些八字的 目的呢 就是告诉大家啊 我们首先呢 看一个八字的时候 看看它有没有明显的一些特点 明显的一个特点 是我们去判断这个八字 它有没有可能构成 一种特殊格局的这样的条件 如果它比如说像这种啊 全部都是火啊 或者或者这种金很多很棒啊 或者是这种全部都卸到 就是这个它的五行的走向 能够啊 按照一个气 一个气 一个气 一个气场这样顺一下 那么这种的话呢 哎 它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叫气势 气势 那么这种气势一旦形成的话呢 只能顺势而为啊 那你看看有没有有没有逆势的东西 在这捣乱 如果有的话 我们要考虑一下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它能不能起到这种 真的能够改变这种格局的作用 不能的话 那么它就是虚的假的 虚的假的呢 就是捣乱的 就是要去掉的 所以我们在判断这个 各种八字的时候 要多角度多方便的去考虑 内容还是挺多的 希望大家呢 把这些个八字呢 能够多看一看啊 能够理解 按照我的思路 每一个八字 你都能理解了 就说明学到了啊 后面我们还会见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一点一点的学啊 见的多了 就都明白了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到这儿 下节课再见